刚才小片里说您有一个二宝是吧 二宝多大呀 二宝不到两周 不到两岁啊 对 大宝多大呀 大宝今年二十岁 大宝都二十了 你们俩还离了婚 什么时候离的呀 今天六月份 这个离婚的原因是 您说的不上进 是这意思吧 我听小片里说 不像他说的那样 我咋能不上进呢 不上进怎么能生活二十年 不上进怎么能生活二十年 反问得好 六月份离婚 您提的 我提的离婚 现在您想复婚 对 当初干嘛同意啊 当时我有点大男子主意 有点意气 有点冲动 就答应离婚了 就答应离婚了 这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经常提离婚吗 就最近两年吧 就是最近两年 就是有了二宝之后 是这意思吗 在有二宝之前也有 但是不强烈 上面写的这个自由职业 这个自由职业 是多自由的职业啊 以前我是有职业的 后来就 自己出来 搞一些小工程嘛 都是跟借助有关系的 所以在最近几年 一直就没有做的 一直也在要诈 剪刀 这个他的自由职业就是 讨债等机会 花过去的钱 是这么个意思 对 好好好 人工的原因也主要是 因为他特别懒散 生活的经济压力 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二十多年都这样吗 刚结了婚还好点 过了两三年 有了我家孩子 他就生活变得很懒散 那也就是说 有了大宝之后 就不满意他 对 那为啥还给他 生个二宝呢 也不是计划之难 也是意外还用 我也挺喜欢姑娘的 我先想 以为生了女儿 女儿是爸爸的小妙嘛 以为她会改变 结果她一直也没改变 您是觉得二十多年 您没改变的这个事 有人会改变她了 所以要了二宝了 对 这个要完之后 没多久 这等于就离了婚了 是这意思吧 是 不到两年 其实结婚两三年 我一直有离婚这个打算 就是好多事情造成的 你比如我结婚 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 为了家里面经济 还在上班 结果那个啥 就是领了工资 我回去就 快过年的时候 就给他了 给了他以后 紧接着回他们老家过年 回家以后 他邻居叫吃饭 晚上就是他去了 喝到两三点回来了 把我给他的工资 一晚上就花光了 本来计划是第二天 去我妈家 给长辈买一些礼物 结果他一晚上就花光了 就从那时刻 我就感觉 就是这个人挺不靠谱 没有责任性 我那个时候就起了离婚的 等于十几年就埋了个离婚的种子 是吧 对 这个种子就一直在生根发芽 是这意思吗 对 我们那儿那个风俗 就是过年回家了 这次朋友弟兄亲戚 坐在一块吃了喝了 众人花钱嘛 晚上那会儿这个经济输入也不太好 结果这儿自己一气子下 就没有控制住 就把钱花干了 那这就回去以后 他就把这一点就一直记住了 一直就耿耿于怀 也不是单方面这个 感觉他结了婚之后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就是生完小孩 我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去商场给儿子买棉写 冬天嘛 他朋友来叫他出去喝酒 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 我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 我就赶忙赶回去吧 赶回去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面耍 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 那个时候我看到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 感觉特别心酸 我说你对小孩都这么不负责任 我是做自由职业的 那么就是说有好多以后验车 就是信息以后 肯定就通过和朋友在一块以后才能上 那我这时候我也给你打电话了 我说我要出去一下 那你也能等到我回来再做啊 小孩一个人多把安全 万一跑得下去丢失了怎么办 也就是说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 您就自由职业了是吧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以后搞一些个体 行 我这么问吧 结婚二十年来 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谁 我感觉就是我 我一直小孩生下没多久就一直这样上班 一直上班 咱们不说感觉啊 就是客观上是谁 你真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 认同吗 但是我也我也有缺的事 我也给家里推 就是我不是说每个月开资 还要付出钱三万五万的 也给家里推拿 就是您是三年不开张 对对对 开张十一个月 我就是一年每年就是到了年底结账 我们不是搞这个借助工程上干活吗 咱们非常客观地说 咱们今天不置气啊 这个男人给家里挣过钱吗 主要的是你还是他 反正几乎就是我一直在工作 他就是偶尔来点小孩嘛 我感觉连他自己都关不住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 其实您认为 一直是您在养活这个家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这个认可嘛 就是这么多年来 实际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你夫人 是你前妻 这么说比较好 认可 认可 就认可了 所以其实就好奇了 为什么这次这么坚定要离婚 而且是在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情况下 老大现在独立了是吧 老大现在上大学 大二 还在读书 读书 有了这个二宝之后 怎么下定这么大的决心要离婚呢 为什么 我就感觉他那个脾气 就是越来越暴躁了 我不是一直靠推销吗 就是有一次吧 去外地推销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没回去 朋友都不回去 我也回不去 第二天早上 我早早的没等别人起来 我就回家了 他就一个这样追问我 就是晚上和谁在一起 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很明白了 他还是那样 结果他就上手了 把我腿到那个桌子上 那个腿都鱼青了 后来我就把我姐姐叫过来 我就要跟他离婚嘛 这么多年就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所以这次离婚是因为他跟你动手了 是这意思吗 对啊 对啊